市村銀狀 今天和大家分享 市村銀狀留給各位最後的投資 五個大的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什麼原則 就是選股票不要只聽別人推介 要自己做功夫去研究 在香港的股票市場 都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都會分析很多不同的股票 但重點是聽別人說沒問題 但自己都要用心去研究 究竟這隻股票本身在行業方面 在基本因素方面 甚至是技術因素方面的時候 有沒有做得好 第二 這正正跟他說的烏龜三原測 有少許的問合 就是嘗試預測下 未來的一至兩年間市場的變化有多少 因為我說過 每個市場的大趨勢 如果當全世界都見到這個的話 這個不是趨勢 因為已經發生了 第三 他覺得每一隻股票 都有一個適當的價格位置 如果股價太高的時候 就設計高追 原因就是每一隻股票的價格 基本上會透過它的基本因素 透過它的技術分析可以反映到 少許論壇先生覺得 如果股票的價格 偏離了它的合適價值的話 太多的時候 似乎高追風險也會比較高 股價最後決定是由業績決定 用手腳做的股票也不要碰 意思就是說 一隻股票怎樣都好 如果透過一些人為因素 令到股價飛升的話 基本上股價不會得以持久 如果大家看回早幾年的時候 很多股票透過一些 注入資產轉身 做一些變形股的時候 無疑 它的股價上 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振奮作用 但是我們不可以否定的 就是說 如果一個股票的價格 沒有因為它的實質義務 而能夠做得好的話 基本上它不能夠 將它的股價真實價值可以反映得到 還有 在任何時候 都是發生到很難預測的事件 所以它經常都提醒很多的投資者 投資股票一定有風險 因為記住 風險和回報本身就是tranger 如果你只是有回報而沒有風險 基本上在這個投資的大世界裡 是不能發生在這裏的